俄罗斯出手反制之后 要部署远程导弹的德国人心虚了 北约峰会刚刚过去没几天 德国人就反悔了 不想继续部署远程导弹 今年的北约峰会期间 最重磅的一个消息 应该就是拜登和德国总理舒尔茨敲定 最早要从2026年开始 在德国部署远程超过2500公里的远程导弹 这个距离意味着什么呢 只要北约把按钮移按 就可以直接从波林打到莫斯科 完全是在按照冷战模式 重塑欧洲的安全结构 但是俄罗斯也不是任由美国拿捏的软柿子 这个消息一出 普京立刻做了两件事 第一是加强了俄军在乌东战场的攻势 将交火线持续向欧洲方向推进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消息 一天之内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 惊追摧毁了三枚爱国者 防空导弹发射系统 明显就是在示威 第二就是俄罗斯宣布要正式启动 第三阶段的飞翼战略核力量演练 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核弹头 已经整装待发对准了欧洲 这两件事情一出 把德国人吓得够呛 原因很简单 北约要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 乍一听虽然很唬人 但和俄罗斯现在的战争准备相比 完全不值得一提 因为按照美国德国两国在峰会上发布的声明 无论是战俘还是SM6 都不得搭载核武器 而且在声明中也没说清楚 究竟是哪个国家拥有这批远程导弹的发射权 根据德国国防部主管的说法 目前不清楚德国政府是否有权利使用这批导弹 换句话说 德国可能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成为北约发动对俄战争的前线 直面俄罗斯的核武器 在和美国人一起在北约峰会上 向全世界展示所谓的团结精神之后 德国人明显也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 开始忙着找后悔药吃 根据7月底德美NTV发起的一份民调 在德国49%的人反对部署远程导弹 而支持部署的只有45% 在靠近俄罗斯的东德地区 反对方的比例尤其高 达到了74% 不支持民间 在俄罗斯出手之后 德国的政客也开始就这件事情批评舒尔茨 根据美国媒体的爆料 社民党内部已经打响了反对部署远程导弹的第一枪 但联邦议员社民党派系领导人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表示 部署导弹不但不能让德国变得更加安全 反而会进一步恶化整个欧洲的安全环境 容易造成战略误判 提高和俄罗斯擦枪走火的风险 据最新消息报道 今年9月德国联邦议员准备就部署远程导弹 这件事召开辩论会 探讨其可行性 也就是说虽然美德的联合声明已经发了 但这批导弹能不能按照美国的时间表 顺利进入德国 恐怕还要画上一个大大的威嚎 从德国这件事就能看出来 现在的欧洲领导人有一个扑遍的毛病 就是做事只考虑眼前不考虑后果 说此在和拜登相亲相爱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 俄罗斯肯定不会做事不理 如今发现事情不对 再想返回已经晚了 上述观点大家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